好了,我们听力的最后一个小节,我们来触及到一类词,这一类词在我们的听力当中的频次蛮高的,尤其是在part 4部分,可能有些同学说老师不要总是讲part 4了,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想在第四部分上得过分,很多同学可能有给自己去做了一些模考,可能做完模考之后给自己批一下就能感觉到,一般来说section 1,第一部分可能十个空多多少少的, 你还能够对上五六个,结果发现第四部分也就打了一个对好,什么原因呢?很多同学会说的是,我现在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单词不会拼,而是压根就不知道该听哪个词,甚至说可能整个这一句过去之后,我能够听到词全都是虚词,可是虚词又不能填到空里边去,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更多的是交由听力的,老师进行大家更精准的一些训练,我们现在还是来解决, 我觉得大家的哪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不要留遗憾,我如果说单词没听着,是其他的能力原因,听着了不会拼,我就要对大家负责了啊,所以说我总是要跟大家去解释的,就是大家在听力第一小节,我们明白的那个规则,就是我们如果说考不到七分,一定会存在着评写错误的啊,所以说怎么能够把评写错误能够去, 缩到最小,我们来看一下一类,这类词呢,是偏抽象的,抽象的名词和具体的名词的区别,好像很多同学应该按照之前的节有所认知啊,就是说具体的名词呢,表上说各种各样的家禽呢,家畜啊,庄稼啊,庄稼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英国的最早先那些农民们,他们自己发明的,因为这些东西得需要沟通,江河湖海, 对不对,毕竟来说是个海洋国家,那这些词,他们需要一开始就要去创造,这个东西不用跟着法国人去借,但是一旦要去脱离生存了, 要想聊聊生活的趣味的,那种感觉了,那好,就得去学点抽象词,而这些抽象词呢,英国人呢,往往采取的呢,是一个足够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会跟着你们去借点词根,我再加点自己创造的词尾,就是把你们的词,加上自己的词尾,变成一些相有的一些体系, 比方说,我们能够看到了两类最为常见的,就是一般来说,你看到了有这两个词尾在,那你就可以断定一定是名词的,一个是ment,一个是ness,就像之前的各节,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的一样,强调这些拼写的原因就是在于,这个发音和拼写是非常固定的,也就是说听到了ness,你不要去想到任何其他的NISS,NASS都不可能,只可能是NESS, 所以说,我们就进一步了,再来去看一下,究竟来说,这些词,它是怎么被创生出来的,英语当中的规则是这样的,一个动词,它本身就是个动词,后边再加上一个ment,那么它就会构成名词,当这话应该反过来讲,就是一个代ment的名词,去掉了ment之后,前边的就是动词本身,比方说咱们先看到government这个词,有些同学说,老师这个词到底怎么才能够拼清楚,其实现在, 那一讲,大家就能清楚了,也就是government这个词,你应该首先想到的就是,把ment去掉之后,前边是govern,而不是govern,这样的话,你把govern和govern分清楚了,这个单词的拼写,应该也就不会错了,当然我们再来看一下形容词,加上ness,会变成名词,反过来,把ness去掉之后,前边的,我们就得知道,比方说看到一个单词,bitterness, 这个词,几乎是所有的同学在学习我们的味觉,所有的感官当中最后一个学的,酸甜苦辣咸,很多同学可能之前有经历过,比方说酸叫做sour,但搞清楚酸奶不叫sour milk,酸奶叫yugur,就优格,酸就是醋那种酸,或者番茄酱那种酸,甜我们都知道sweet,sweetheart, 咸,我们该知道是sweet,辣,spicy,关键是苦这个词,其实就是把ness去掉的前面,这个词叫做bitter,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在英语当中,大多数一些看起来表示感官的一些词,往往都有它的抽象意,比方说bitter,明明本来的意思就是吃起来比较苦,比方说尝了一个金属元素,不光苦,还是有辣舌头,那么bitterness的意思,不光是代表的那种味道的苦,更多的是代表的是痛苦, 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了,很多时候当你一个单词不确定是什么词性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用添加和删减的方式,比方说很多同学特别不会用aware,经常会说he aware that,我说不,孩子现在有问题,第一就算是aware是动词,也得he awares,单三不单三的单线不管,这个词用的是不对,很多学生说我怎么记得aware是动词呢,我说好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想知道aware是不是动词, 你就可以看看这个词能不能去加名词,比方说你如果能够记得aware有一个名词叫做awareness的话,那你就会记住了能加ness的一定是形容词,所以说aware其实是形容词,所以说它的真正的搭配是要加b动词,be aware of,这才叫做意识到,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可能会造成误解的词类,什么会造成误解呢,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一些词典,它为了方便你去, 记住发音,它往往对于单词的拆解,不是按词根来拆,而是按它的音速音节来拆,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能够看到tion这个词尾,这个词尾是啥意思呢,这个词尾,它不是词尾,这点是希望大家能够清楚的,它本身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个发音的组合,这个发音叫做肾,所以说很多同学就可能, 会对于词尾,产生了一个难以名状的一种感情,它就会总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词尾,它就会认为所有的都是来自于它,但是我想告知各位,它不是词尾,而相应的,sion,它其实也不是词尾,尽管它的发音比较简单,念作人,更多的时候,你要相信的是,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词尾,原因我一会儿给你们解释,同样的道理,我们见过很多chill, ture,见过了很多city,结尾,这些都不是词尾,为什么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单词,这个单词叫做notion,我们能够看到了这个单词叫做notion,所以很多同学,如果说你按照tion去拆的话,你会发现前面就是no,因为我们会学过,很多时候你看到单词会拆解之后,你是可以猜测意思的,但你一旦把tion拆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no,你怎么去解释, 没有,它其实并不是,notion这个单词是来自于note,它本身来自于note,这为什么它读的是no,而不读notion,它读的是notion,note本身的意思,就有想法的意思,当然也更多的是笔记,把自己的想法记下来,所以notion就是想法,那你就会知道它本身的拆解是由note加ion,这么一个组合而成的ion,才是一个固定的词尾,同样的道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这个词叫做motion,motion的意思, 是动作,它是怎么来的呢,你也不能拆成mo,再加身,依然这是不存在的,因为英语当中很难是一个辅音加一个原音,就构成了一个意思,起码来说,构词法不是这么来的,而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来自于mot,动这个词,因为很多同学对于动这个词早兴有所了解的,比方说我们能够想到的,马达,或者是你翻成摩托也行,motor那个词,很多同学可能背的单词会更多一些,比方说会背到promote,推动的词, 动是不是,都跟动有关,所以说mot这个词根是动,ion又是名词词尾,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你现在,很多同学可能家里边或者早几年前,有一些主机,就是那种动作捕捉的,就包括现在很多那种商场里边都会动动摆一个位置,哄孩子们玩,就是你怎么动,脑袋上是吧,给你戴个帽子什么样的,其实这些都叫做动作捕捉,motion capture, 在这个时候他用的是motion这个词,所以相应的,我们来看到了ion,之所以说它是个词位,就是由于它其实会跟其他的更多其他的词位,进行更复杂的一些联系,比方说我们能够平时见到的ation这个词位,比方说organization,communication,大家发现没有结尾都是ation词位,只要是听到了ation,你就要记住它是ation,它是由ate, 又加了个ion构成,就是先加了个动词词位,又加了个名词词位,当然包括-ization,allization,这些,很多同学可能在听这个课程的时候,比较随性,比方说看到咱们这个课程之后,他会挑自己可能喜欢的章节去听,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一套的听起来,因为你会发现-ization和-allization是之前那集跟大家讲过的,讲到的是他们的一个整个的构词的体系,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一套的听起来,因为你会发现-ization和-allization是之前那集跟大家讲过的,讲到的是他们的一个整个的构词的体系,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一套的听起来,因为你会发现-ization和-all 让大家保持整个课程的连续性,你才会知道,我讲它的目的,依然不是为了告诉你它是怎么构词,而是要告知你它是如何进行拼写,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再有争议说,到底-ization是-I-Z-A还是-I-S-A,你都不用担心了,因为我说过了,写成-Z和-S都是给分的,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些词位以及词位的延伸能够获得的能力,当然更进一步去讲,ion之所以说它是个固定的词位, 我们还得找一些佐证物识,比如说咱们来看一下,很多词真的是不需要所谓的-T-I-O-N或者-S-O-N的,它自己就可以去构成这些东西,假设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region,region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地区或者是区域,这个单词是由-R-E-G一个复杂的词根构成的,很多同学可能背单词背的特别多,可能还会背到了什么皇家皇室,rego这样的单词, 有些同学可能是看一些西班牙假计联赛会知道皇马,我也不确定,现在你在听的时候,它是不是还在假计联赛,因为好多球队什么拉克鲁尼亚都快降级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就是,region这个词, 你不必刻意在意它的词根是什么意思,而是要清楚,它本身前边的-R-E-G是个固定的,I-O-N也是固定的, 当然你在去据它的发音的时候,region,只要听到gen这个音,那其实就是-G-I-O-N就可以了,因为很多同学还知道一个叫做宗教的词,叫做religion,也是-G-I-O-N结尾, fashion,蛮简单的,女孩子们普遍会认识这个单词,后边加A-B-I-O-E变成fashionable, 还有一些同学会特别矫情的,可能会记一些更复杂的词, 我们可能看到市面上还有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叫什么呢,这个杂志叫做Vogue, 这个杂志是纯发育词来的,它本身的意思代表的意思就是,也是跟时尚有关, 那么再来往下去看,看到了一个单词叫做million,这个词挺好玩的, 我不是说吗,我来自一个还不是多么发达的地方, 我们小时候没有肯德基麦当劳,但是我们那儿就有一个快餐厅,叫米粒奶, 显得档次挺高的,我一直以为是吃靶子肉吃米饭的,后来发现不是, 后来以为跟米老鼠有关,也没关系,人家就是麦西餐, 当然很快倒闭了,因为很快我们都会吃到麦当劳了, 但是呢,他这个米粒奶是什么东西,我是过了多少年才就会知道, 他原来来自于millionaire,很多同学会说完了,老师, 我跟你讲啊,million我会拼,我不会拼的,其实是millionaire, millionaire的词位呢,其实在million的基础上,后边加上是AIRE, 只不过那个单词很少会拼写,记住million当中两个L就行了, 甚至包括十亿那个词billion也是两个的啊, opinion这个单词,其实大多数同学会觉得我不会存在问题, 因为老师这个词可真的是我们从小学到大的, 但是啊,各位,说一个数据,可能听起来有点让人感到恐惧啊, 5.5分班,经常5.5分班呢,我会让他们进行写作的时候, 我会收上来他们的作文,我会发现5.5分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比例, 假设现在这个班里边有20个人,可能会有7到8个同学, opinion这个单词是不会拼的,可能你会说,那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拼的呢, 真的是拼错吗,不是,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些孩子, 他经常会把opinion写了,然后滑了,然后又写了一遍, 然后又滑了,到最后改成个次idea, 也就是说这个单词,它其实本身级别并不是很高, 那也千万不要让这个单词出问题啊, 所以说opinion啊,我们知道这个单词是观点, 很多同学会发现啊,比较宁巴的,不是前面的opin, 别管你读成opin,opin,opin都无所谓, 你不会影响到自己把第一个字母拼成o, 第一个字母是o,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啊, 但是反而到了后边,你要记住很多同学老是在纠结这个nin的时候, 你就记住了发成这个in的,其实就是ln, 比方说我们还会知道另外一个单词就是anin,洋葱,对不对, 当然再来往下去看,我们能够出现了哪个点呢, union啊,union的意思呢,是联盟联合, 其实大概知道联合国叫的united nations啊, united跟这个union也是差不多的啊, 马克思还说了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用的也是unite啊, union就是联合或者是联盟, 总之来说大家会发现uni开头, 他总是有一个联邦的意思啊, 包括英国的uk, 美国的us都是这个u啊, 跟他有关, 最后一个单词companion, 要注意一下啊, 大家会发现啊, 很多ion结尾的词, 由于io各自发音, 就会导致了他的重音, 其实更多的是倾向于后边, 依然是遵循的是这个道三原则, 来啊, 咱们不厌其烦呢, 再跟大家去讲讲这个道三是怎么执行的, 首先on本身发出来一个n啊, 然后i呢, 本身又发了一个a, 然后呢, p又走了一个in, 所以说整个这个in, 咱们说要是遵循道三原则的话, 你会发现他是从着这个位置过来的, 所以说companion啊, companion, 那么后边的三个in, 凑成了我们的倒数第三个in的三个音节, 所以说他不读companion, 而读的是companion, 好的, 这就是这一个ion的词位, 能跟大家小小的做的隐身, tion的词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也应该是足够多了, 现在你不妨可以点一下暂停, 自己先来试着去念念这些词, 看看会不会念, 然后顺便再让自己通过自己的发音, 看看他会不会写, 因为有了这个tion作为一个支持的话, 你就会发现整个这个单词就可以把它拆成了, 可能拼写有一些纠结的, 以及拼写没有问题的部分了, 比方说option, option起码你要相信的是, 这个shin你再也不会错, 顶多前面记住是个op就行了, 能发出o的只能是o, 能发出p的只能是p, 所以我不希望你去把它记成option, 而是就是按照发音当成option, 选择选项这个词, 之前的鞋也跟大家去讲过的, 住酒店前台, 前台这个词叫做reception, 请大家记住reception在整个听力的第一部分, 出现的频次是非常高的, 因为一旦涉及到住宿话题, 往往就会涉及到这个单词, 关键这个单词, 还是要强制要求大家得会拼写, 在过去的, 我们很多同学会经常会问说, 你说这个词会考试基于什么, 其实很简单, 大家任意的去拿到我说的这些单词, 你就去查找, 当然实话说, 这个资料库能不能搞到, 这得看你们的本事, 去看看过去的这几年当中的这些单词, 你去做一下查找, 一查你就会知道这个单词, 它有没有出现, 呈现这个频息, 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同学会问的是, 我觉得你有点夸大难度了, 没有啊, 其实大家没发现, 我一直在给你咱们去减小难度, reception这个单词, 前台接代, 它来自于receive, 而当中的词根是来自于cept, cept这个词, 大家肯定会通过accept, 接受accept这个单词能够记住, invention, 这个单词也会我同学会拼错, 原因就是在于什么呢, 他就说, 我就忘了当中这个位移N啥了, 我说他不是位移N啥, 你可以故意的按音节来拆, 拆成invention, 那这样的话, 他总还是可以的, VEN这个词根将来也会跟大家再去提到, 只是大家通过我串的这一张, 你要记住的是, 这些词都是考试高频就好了, 听听我的发音去练练他的评写, exhibition, 展览展示, 很多同学可能去香港去参加过一些什么ICT的考试, 他们有一个展览馆叫做expo, 也就是说跟ex展览都是有对外的意思, exhibition, 掐头去尾, 词根是HIBIT, 其实真正难的是在于它, 关键难就是在于这个exhibition当中X发的是歌词, 其实歌词的情况绝对不少见, 我们还知道存在这个词叫的exist, 第二个难度就在于它有一个H在, 但是好像发音被爆掉了, 这个你也不必太在意, 你只要清楚的就是这个exhibition, 就是它当中是一个HIBIT出来的就好办了, 好了, 在咱们国内很多同学如果说想去名山大川, 你就会发现最险峻的地方往往都会有一个道观或者是寺庙门口, 是吧, 可能收个钱啥的, 其实在国外你会发现大多数这种宗教场所也会修得很漂亮, 适合去拍照, 但是门口一般不卖票, 不卖票它的意思就是自由捐赠, 捐款捐赠这个单词叫做donation, 一定搞清楚不是填填圈, donation这个单词是捐赠的意思, 而它如果说用一个最简单的注记的方法, 前面就是个do, 后边就是nation, 为你的国家做点事情, 这就是捐献或者捐赠, foundation, 很多女孩子说老师我知道foundation, 磨脸的, foundation咱不去讲那些什么打底的东西, 咱们只是说这个词的本意, foundation它叫做基础或者是基金, 什么叫做基础呢, 就是奠定了一个基础, 在这个时候你用lay, 用set in place都可以, 奠定了一个基础foundation, 很多时候基础课程, 有些同学可能你会发现自己学了一些基础课程完了之后, 开始接触的词汇课, 你会发现词汇课的这些级别, 其实正好能够接续着你的基础, 也就是说我还是要默认这个课程, 大家不要太零基础, 因为太零基础的话, 你会发现整个这一页看完了之后, 我本来是想去让你感觉到这词其实都见过, 只不过感谢老师你帮我串了一遍发音和拼写, 这是我的期待, 而不是说这词一个都没见过, 这些都是英语,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最后一个词fiction, 我们该知道在配上的科学scientific fiction的话, 就会构成了科幻这个词, 本身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小说, 而且有一种比较文艺的翻译叫做虚构,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很多同学去一些网站, 比方说文艺青年喜欢去豆瓣, 是不是, 那你会发现那上面, 经常他会把图书就分成两类, 叫做虚构类和非虚构类, 一开始我就不大明白, 我就心想的是我还只能够选虚构有非虚构吗, 后来才知道, 小说就相当是你写别人, 这事不存在的东西, 长安十二时辰, 拍完了之后所有人都得改名,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虚构的, 这就叫做fiction, 虚构, 所以说它也被称为小说, 而那些非虚构的往往就是一些传记, 包括自转相应的东西, 其实说到这个节点了, 我想再从SION的点, 继续跟大家去讲一些, 你们在上一节听到了一个挺好玩的节点, 我拿这个vision来说, vision这个单词, 依然我们可以去做一下拆分, 它是怎么拆的呢, 它是可以由VIS和ION构成, ION肯定还是咱们讲的是一个固定的词位, VIS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会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是, 看, 因为对于我们而言, vision你可能不熟, 但是它的另外的两个兄弟, 你是比较熟的, 比方说参观访问是哪个词来着, visit, 就是相当于是去看一看, 而更熟的词, 其实并不需要把vision进行任何的改装, 你还能加个前缀就行了, television, television就是电视, 很多同学认为tele就是, 因为vision是事, 所以tele就是电, 而且它还可以去自证, 比方说telephone叫电话, telegram叫做电报, 其实事实上, tele这个前缀, 真从构词法上来讲, 并不是电, 而是远程的远方的意思, 因为我们会知道天文望远镜叫做telescope, 当然显微镜叫做microscope, 但是你把它寄成电, 能够助记也是没问题的, 这不是我想讲的, 我想讲的是由vision引发的一些其他的词, 这些词无论是拼写还是它的意思, 也是格外重要的, 比如说visible, visible咱们怎么翻译呢, 能看得到的, Ible表示能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这就是visible, 能看得到, 这个构词法还是很简单的, 前面是看, 后面是能够, 因为你说老师, 位子怎么寄来着, 记住television有电视当中的VS是是就行, 还有另外一个形容词, 它是构成了不同的词为, Ible词为本身就表示能怎样的, 当然这些形容词的区分, 大家在听到写作那一章的时候, 我会再跟大家去讲, 因为很多同学在写作的时候, 就会遇到你其实想写一个词, 但是你就不知道该用哪个词为, 比方你看这两个词就是一样的, 同样是V字的词根, 配上不同的形容词词尾, 就会代表不同的意思, 比方说visual, visual加上al, al一般来说是直接把它翻译成的, 就是什么多余的词不加, 就是得, vis就是视觉, 那么加上个al就是视觉的, 比方说我们会知道一个词叫做visual effect, 叫做视觉效果, 也被称为ve, 其实很多同学,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总觉得我应该备课足够充分, 因为你会说, 你刚才老师你讲的这一章, 我根本就没听进去, 你知道为啥不老师, 就是因为刚才我一直在琢磨另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非得是vis代表的是看, 你为什么不能用更简单的c来表示, 因为实话说你真写成seable, 老师我告诉你, 别管什么实例, 我们都能够知道它的构词法, 你不觉得写成seable更正常吗, 老师有没有seable这个词, 我先告诉各位, 有, 有seable这个词, 但是人家不常用, 更为常用的反而是visible, 怎么回事呢, 我们再来不妨看一下底下的这个体系, 我们可能会知道, 我们其实见过了很多的单词, 这些单词的词根本身, 就给我们增加了一些难度, 比方说能听见的, 所有的同学都希望的是, 这个词应该是hearable, 讨厌的是, 人家英国人说的是audible, audible这个单词, 其实你可以通过一个小的点, 就能够意识到, 因为我们知道音频这个词叫做audio,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 音频叫做audio, 所以说hearable, audible都表示能听到的, 但是人家更多用的是后边的audible, 同样的道理, 值得相信的, 你会发现, 其实完全可以走一个构词法, 用believable, 对不对, 我believe, 老师这个词我是认识吗, 那么believable, 能相信的, 但是不, 你会发现, 老外还是更多会使用哪个单词呢, 用的是credible, 但是相应的当中的这个cred作为词根, 就会给你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因为你就会觉得这个cred, 他为什么是相信呢, 我可没学过这个词, 他依然是词根, 请大家记住, 每次我在讲的过程, 你现在自己就得有心, 就得告诉自己了, 只要发成aud, 一定是aud, 只要发音成cred, 一定是cred, 大家可别忘了, 咱们这一章本来要讲的是啥来着, 就是老师, 我有一些什么AEI的老师分不清楚, 我说过了怎么去分, 你就记住, 这就是个固定的搭配, 就是只要是cred, 一定是cred, 不是crid, 也不是crad, 好不好, 同样adaptable, 如果说你想说这个东西适应力强, 你会发现最好的词, 就是咱们先用一个适应叫adapt, 然后构成了下边的adaptable, 表示可适应的, 讨厌的是, 更多的时候, 你在做将来的阅读的时候, 你见到的并不是adaptable, 而是一个看起来足够诡异的, 看起来挺像computer, 当然, 它还真跟computer有点关系, 它的意思, 咱们之前讲过了, 它的意思叫做兼容的, 也就是说并不产生矛盾的, 为什么说跟电脑有关呢, 现在咱们同学们都不大用电脑了, 因为手机的功能足够强, 以前的时候, 恨不得放到10年前我教学的时候, 我总是会跟大家去说, 回去之后大家通过一个软件来学习, 现在有的时候我就会跟同学们说, 比方说我说咱们之前的键桥词典, 我说用电脑搜, 可能它界面更大, 操作更方便, 恨同学就会抱怨说, 他们怎么就不研发一个APP呢, 我就说的是, 好了, 大家已经太依赖于手机了, 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装电脑, 为了总想让电脑的性能最好, 往往就是从这儿拿一个内存条, 从这儿拿一个硬盘, 最后插到一块还得保证, 它们能够运行, 这个行为就叫做compatible, 所以compatible computer, 在我们小时候是特别流行的, 我们管它叫组装机, 现在来说的话, 基本上大家抱着这个派就开始玩了, 但是请记住, compatible的意思就指的是可适应的, 适应力强的, 前面再加上个in的话, incompatible, 其实就是代表着矛盾的, 当然更多的, 这就是我们的刚才的这个节点的问题了, 为什么它不会写成这样, 而是会写成这样呢, 是因为我想让大家清楚, 英语它就是一个混合语言, 在咱们听力的最后章, 我要跟大家把这个节点去讲清楚, 它是一个混合语言, 本身我说了, 安格鲁萨克森人就是从德国丹麦那块过来的, 从德国带来的一部分词, 又从法语引进了一些词, 比方说咱们曾经说的那个发言比较硬版的machine, 将来你可能还会学一些东西, 比方说胡子, 上面的胡子叫做moustache, 底下的叫做beard, 英国人还分得很清楚的,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基于法语的拉丁语词根, 再加上英语自己的词位, 它本身的这个语言足够混搭, 就会导致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同样是一个拼写, 可能在德语里边是一个意思, 在法语里边是另外一个意思, 但是英国人居然就兼容并包的, 把两个都弄过来了, 但是你说那到底到时候该用哪个呢, 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原始的日耳曼语体系的词, 构成的是基础词, 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 hear, see, believe, 但是又会从法语当中, 又会去引进一些词根, 再配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相凑, 凑到了最后, 就会构成了它的一些特殊的体系,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再去讲各种拉丁语词根, 我知道你不爱听, 我还是希望通过我本身的表述, 让这个课程有点兴趣, 但是词根本身必然是枯燥, 就像小时候你去学写字一样, 对不对, 比方说家长去教你大和小, 大它一定就是一横一匹一纳, 在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的比着去写, 其实你会发现, 你三四岁的时候比你现在有耐心, 因为小时候你对于一切的心知, 都是充满着好奇的, 现在难免咱们会浮躁一些, 所以说我就说了, 词根本身可能会枯燥, 但是有我在不是, 我就尽量的给你们去讲一个, 咱们一般不大触及到的那些来自于德语的一些构成法, 因为大家会知道, 德国整个的日耳曼语体系, 可以向北辐射到整个北欧那几个国家, 他们其实, 我不是说他们野蛮, 而只是说他们其实给英语带来了一些非常搞笑的一些评论, 就比方说大家会发现, 按照他们的本身的构词体系, 好多东西是由象形字去构成了, 我们可能会发现,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词汇老师, 专门出版一些书, 那些书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他把整个这些英文的单词, 直接拆解成了一些所谓的象形字, 他比方就会告诉你, 哪个字母它是出自于什么, 其实比方说举一个例子, 很多同学可能学过A级的象形文字, 有一些鸟, 鸟其实代表的是英语当中A这个字母, 但是很奇怪, 非要化成鸟的形状, 其实你仔细琢磨琢磨, 这个A这个形状像不像一个鸟, 站着的当然可能不大像, 反正总之, 它其实还真的是有这个来历, 比方说我通过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了解和认知, 给大家提供几个好玩的小点, 如果说你能够通过这个点, 能有一点小小的进步和启发的话, 那这块也行, 一些来自于日耳曼语的一些固定的组合, 比方说GL这个组合, 往往代表了都跟光有关, 比方说这些词, 这些词各位, 我不再给你们去念, 也不去给你们解释, 我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干嘛呢, 等到这一节听完了, 啪, 你把手机或者电脑放到一边, 你就回忆回忆, 老师讲了个GLA开头了, 他说大概都跟光有关, 我试试看, 兴许将来你碰到一个词, 你真的是一筹莫展的时候, 你会突然间想起来, 我讲到这些词, 你往光这块去猜, 还是有可能的, 比方说UMP, 你会发现UMP, 它总是代表了一定的突出物, 其实这也是从象形字过过来了, BOM, HUM, CLUM, PLUM, DUM, 这些词都是这样的, 只要是基本上长成这样, 都是跟突出来有关, 因为这就是从发音以及字形本身所构成的, 甚至包括SN, 因为大家会发现, SN这个音本身就是一个很粗鲁的语言, 所以大家会发现, 尤其是最底下的这俩词, 打喷嚏, 打呼噜, 很多同学会发现, 其实你会发现这种词, 小时候你中文都会, 甚至是打喷嚏的T, 居然有人还会写, 我觉得这真的是奇迹, 这个词我都不会, 汉字我都不会写喷嚏的T, 但是英语的体系当中, 你就会发现, 这些但凡是用嘴发出的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声音的话, 其实都是由SN引申的, 比方说咱们今天可终于学会了, 省得将来到了国外的时候, 你想跟大夫去说, 我不知道怎么到, 最近总是打喷嚏, 大夫说what's wrong with you, 你说I don't know, I always, 咱不要总是靠着你声, I always, I always, 最好大家还是能够去学会去描述这些东西, 甚至说将来你们要是出去玩的时候, 你可能住一些青年旅社, 可能一些男生挺壮的, 也会打呼噜, 你可能会跟别人先客套一下, 你说不好意思, 可能我会打呼噜或者怎么地的, 你总不能说excuse me, you know I always, 是吧, 尽量的, 你看没有这个, 就是一种很野蛮的声音, 所以说你最好能够学会snore这种词, 去跟别人去描述, 这些你把它当成玩笑去听也好, 但是它真的是有原理, 这不是我自己瞎去凑, 就是随便凑一些词, 因为我一些同学会说, 老师你看你这纯抬杠, sn开始都是不舒服的声音, 你看下雪, snow你怎么说呢, 早就讲过了, 不要去拿一些所谓的已知去推未知, 既然你知道了snore是雪, 你就不要再去问, 它为什么跟sn这些声音是有区别的, 好, 同样的, 我们再来去讲, ion刚才已经循环了很多遍了, 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词尾, 而不是tln, 同样的道理, ity词尾, ity词尾才是固定的词尾, 它发成at, 记住只要是at就是它, 不会是aty或者ety, 很多同学听到at之后总是会有些疑问, 比方说咱们来看一下, electricity university, 只要是听到了at结尾, 永远是ity, 我曾经问到一个学生, 我就说这两个词会不会拼呢, 他说会拼, 我说我再多讲一句,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electricity是city, university是sity, 那个学生终于让我觉得他是开了窍, 他说老师, 你不是告诉我不能这么拆分吗, 你不是告诉我electricity是ity结尾吗, city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能懂了吗, 很多同学为什么这两个词老是感觉c和s分不清楚, 就是因为你故意的要分不清楚, 如果你把ity去掉, 前面是electric, 这是不是电德, universe有没有发现它的词根就是verse旋转, 那这样的话你也会清楚, 我们不是要刻意分清楚, 是city到底是哪个音, 而且他们压根就不是一个词根构成的, 其他的ip外的词, 再可以跟大家去讲一下, 这两个都是国外天气预报当中比较常见的词, 很多同学到了国外之后, 你会发现就会遇到好多他们经常说, 但是咱们基本上没学过的词, 比方说precipation叫做降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来说的话去表示空气湿度的话, 注意这个单词叫做humidity, humidity呢, huf是它的词根, ab是形容词词尾, 然后ity又是名词词尾, 构成了humidity, 湿度, 而密度这个单词呢, density, density也是ity结尾, 像这种词, 只要是会念, 你就会拼, 意思在此, 因为我说过, 咱们整体的这个章节, 更多的是强调拼写, 每一页我讲完了之后, 你都可以点一下暂停, 试试把刚才这些词去念一念, 练练自己的拼写, 看看能不能有所认知, 当然甚至也包括ure, 只要是看到ure结尾, 它在结尾处就读的是r, 记住ure, 就是ure, 不会是rue, 也不会是uer, 比如说, 我们来看另外两个跟ure有关的词, pressure, procedure, 我们能够看到了, 这两个词都是走的是压力的层次, pressure肯定跟press有关, 把它压一压, 出现的是压力, press只要你认识, pressure一定得会拼, 包括procedure, 很多同学可能觉得这个单词, 这个dr好讨厌, 它其实是英语当中一种吞音变形, 其实ced本身这个d读的就是d, d再配上了一个ure, 所以会变成个dure, 然后又会引申出来变成了ger, procedure, 但是将来你也得会拆了, 它是怎么来的呢, 你们熟悉的pro, 再加上一个固定的ced, ced咱们随后会讲, 再加上ure, 就会变成程序这个词, 所以说有些时候听到一个词, 别一听, procedure, 完全觉得不会拼, 仔细拆拆看, 你就会知道, 分别拆成三个字母一组合, 三个字母一组合, 这些词本身还是好记的, 当然再进一步的去说, 依然讲一下大家出国可能会用得到的, 比方说, 当然这也不是非得去咒你, 你就是说你一旦出了事, 不出事也罢, 真出了事, 你得会说, 对不对, 经常有些同学去看大夫, 大夫说, 我觉得你嗓的有点发炎, 发炎这个词是inflammation, 完全听不懂, 大夫说这么着吧, 我给你开点procedible, 你说什么叫procedible, 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药, 我能不能死, 就是这样的, 大家还是有一些基础的词, 应该去了解, 比方说fracture, fracture的意思是骨折, 它从构词法上来讲, fract, 这个词根的意思, 本身就是断裂和碎开的意思, 这个词根将来也会跟大家去讲到, 只是你就记住, 通过发音的角度, fracture, 只要会念, 你就知道它的一个贫血的体系就行了, 这是fracture, 这一块, 骨折, 多念到几遍,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 将来真要是, 万一真出了问题, 你会发现, 我无意间当年在国内, 当时我躺在床上, 是吧, 在临睡觉之前,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 我讲过骨折怎么说, 你可能下意当中蹦出来这个词, 兴许也能够去解决你当时的一个应急的事情, 包括expanditure, 经常很多同学得去积个账, 每个月的支出是多少, 其实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单词跟昂贵的expansive, 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因为pend这个词总还是跟钱有关, EX是出去, 把花出去的钱统计出去, IT叫做出去, 因为大家知道visit就是去看看, 所以IT也有它的意思, 叫做走, 出去看看, 总之就是把钱花出去, 这就叫做支出, 依然想告诉大家的是, 把拼写放到第一位, 听到expanditure, 你就最好能学会拼写, 这是我们的节点, 好的, 我们把刚才的这两个词, 再进一步的给大家去做一些注解, 刚才讲过了pressure, 是压力, procedure, 是程序, 这两个词根在雅思当中的频次还真不低, 我们借由这些词根尽可能的让大家能够清楚这些发音和拼写之间的规则的同时来顺便的给大家去引申一下其他的与他相关的发音和拼写都还有哪些词,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press这个词根本身, press这个词根的意思是压, 就是我们很多同学用电脑玩游戏的时候, 他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press any button to continue, 按任意键继续, 这个按其实就是press,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北方人一般不读按, 他读嗯, 就是一个鼻音, 很多同学经常问我, 老师这个嗯是哪个词, press, 除了这个压之外, 不同的方向就会代表着不同的压的方法, 比方说express, 往外压, 涉及到前缀的东西, 大家会在阅读的章节当中, 我会专门跟大家去精讲, 现在更多就是快速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press相关的词, 你是不是都见过, 认识啊, 学得到我的这个提点的同时, 更多的就是记住, 只要听到各种press, 一定是这么拼就好了, express叫做表达, 这是向外去说, 当然还有一个点叫做快递, 那么impress呢, 叫做给谁留下印象, 这个动词出现的频次不是特别高, 但它的名词impression, 印象, 形容词impressive, 印象深刻的, 这也都是大家应该保证会拼写的, compress呢, 叫做压缩, com是一块, 压到一起, 这是压缩, suppress呢, 是向下压, 压的话呢, 这就叫做抑制, 而oppress呢, 叫做压迫, 其实大家通过这两个词, 你就要记住了, 前边三个比较特征, 剩下的这仨, 你都不用刻意去区分, 总之来说, 都是指的是不好的趋势就行了, 无论是抑制还是压迫, 总之将来, 无论是人民被政府压迫, 还是指的是学生被老师压制, 都是类似的这么一个意思就行了, 到时候根据场景, 我们再来去推知它的一些意思, 而最后这个呢, 抑郁萧条, depress, 为什么会突然间讲到它呢, 因为很多同学想说的是, 口语当中想说, 哎呦, 我特别不开心, 那你起码得知道, 他的说法叫做depressed, 而一旦要说到经济大消息, 有很多同学应该还记得, 咱们初中政治课本有闻背过的, 1929到1933的, The Great Depression, 持续时间非常长, 破坏率非常大, 波及范围非常广, 如果你还得背过那个特征的话, 那就是depress这个词, 当然, 更多的是想说到press本身, 因为很多同学啊, 在进行单词记忆的时候, 如果你还记得, 我的综数虚论那一章呢, 是有跟大家去讲过啊, 我们面对单词可能最大的傲慢, 并不是在于你不认识, 而是你以为你一定认识, press除了当按压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出版, 比方说我们很多同学拿的雅士剑桥真题集, 你会看到的话, 它呢会在上面告诉你, 它是哪出版的呢, 叫做剑桥大学出版社, 叫做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在这个时候不叫做剑桥大学压一下, 人是剑桥大学出版社, 请记住press, 当名字讲还有出版社, 甚至还有代表新闻媒体的意思, 因为我之前是做记者的, 经常出去采访, 照着挂这个牌子, 前面写记者, 后面写press, 那我就会知道原来press就是有记者通讯的这个意思, ced, 大家可能也会了解到这个词更, 刚才我说过了, 它的意思大致是代表它是走, 你们不妨来看到整个这一个片段, 看看这些单词对你来说, 是不是绝大多数单词应该是熟悉的, 如果不熟悉的, 我就不妨跟大家一一讲一下, 比方说咱们先来看到了, uxes这个单词, css, ced都代表的是走, 那么ac先不必在乎什么意思, 将来会想到, 总之来说, 它还是以走作为隐身的, 所以它的意思叫做接近, 当动词讲是接近, 那么当名词讲的叫做通道, 很多时候咱们就会说, 老师你的这个课程特别的平易近人, 那你就可以用上它的形容词叫accessible, 表示就是容易被学生接近, 不至于特别恐怖, 而女孩子们要制度, 知道这么一个点, 就是头上的身上的各种小饰品, 不要总是说decoration或者onament这样的词, 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适合于口语说的词, 这个词叫accessory, 饰品, 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来进行口语考试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个话题, 让你来描述jewellery, 珠宝, 就是问你平时戴不戴首饰, 那你就可能会用一个转化的形式, 你不再会说jewellery, 你可能会说jade, 用更具体的, 带一块玉, 或者说accessory, 这是我的一个视频, 马上就会让考官相信, 你的paraphrase, 进一替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proceed, 继续, 尤其是将来到国外的时候, 假设你可能东西被人抢了, 还有去喘去去的跑到警察局里边说, 我被抢了, 但警察说, 别着急, 先歇一会儿, 歇完了, 好, please proceed, 请继续说, proceed, pro表示往前, 那么往前走, 这就是继续, 它的名词就是process, 过程, 很多同学可能知道CPU那个词, P也是跟process有关的, processor, 处理器, 总之过程这个词, 很多同学也应该清楚, 比如说, 假设你看像我们这种上班, 经常会被上级领导会安排一些事, 有些时候可能快到了du, 快被dududu了, 在英语当中du的意思就是快到了截止日期了, 可能领导就会问的是, 怎么样做了吗, 做的如何了, 一般你会回答一句话, in process, 正在做的过程当中, 那么就是这个过程的用法, precede, pre作为前缀, 它的意思是在什么前边, 它跟pro的区别是, pro是往前, 是一个趋势, pre代表的是一个点, 它在前边, 所以precede的意思是领先, 就是我走在你前边, 雅思阅读当中经常可能会说, 这是什么民族的祖先, predecessor, 看起来挺长, 这个词大家不用在意它的拼写, 只要你记住, pre在前边, or代表人, 走在你前边的人, 就是祖先, ex表示外, 走到你外边去, 比方说你可能走在路上, 你看到可能两个人并排着走, 把道楼站了, 你要是脾气硬点的, excuse me, 是吧, 你就硬闯过去了, 你绕是不怎么地的话, 那我绕过你走, 是吧, 我走到你外边去, 弯道超出, 这叫做exceed, 它的形容词, 还有一个点叫做excessive, 过度的, 极度的, 非常的, 其实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取代more, 就是超过的, 过量的, 当然这个词的具体的用法, 我们将来还会再跟大家去提到, 最后要提到一个词, 是大家都知道的成功, 但是为什么要提呢, 这个词我不知道为什么拼写, 对于很多东西来说, 造成了如此大的障碍, excuse me, 你要记住两个c, 两个e, 而且各自都有发音的一个体系, 因为咱们讲过, 单纯的一个e, 是很难发成长音e的, 但是两个e, 比方说看见那个c, 是不是, 只要是两个e, 就会发出长音e, 而两个c, 各司其职, 一个发的k, 一个发的是s, excuse me, 只要你会发音的话, 这个词的拼写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请大家记住, 还有一个单词叫做successive, 特别喜欢出现的听力的section4, 以及阅读的一些涉及到的场景当中, 这个单词请注意, successive不是successful, 它已经跟成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successive的意思是联系的, 连续的, 继承的, 就是你跟在我后边, 为什么呢, 因为suc这个前缀本身的意思就是在什么下这, sess, s就指的是走, 就是你跟在我后边走, 前面是个鸭妈妈, 后边一堆小鸭子跟着我一起走, 这就是连续的继承的, 其实这样去理解也还算是方便, 这是它, 刚才讲到了碎那个词了, 跟大家再去讲一个热尔曼语体系当中, 可能会有的一个特征, 就是这个ct, 它其实跟g是可以互相换的,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各位, 我都不敢想象居然会是这样的, 我先给你们写个大写的c, c呢, 是这样, 对不对, 再来写个t, t呢, 是这样, 好了, 一个c加上一个t就变成了g, 这居然是他们的构词原理, 就是以至于好多时候, 你会发现英语的一些词真的很搞笑, 对不对, 因为以前的英语是没有u这个字母的, 写成这个样的一般就是u, 所以两个u, w就变成了w, 这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构词原理, 只是说现在我们看回到了这个节点了, 也就是说整个ct和g如果可以互换的话, 我们就能够看到了, 英语当中有好多词, 其实以前你觉得13不靠的, 现在都能够去多少的建立起来一些联系, 比如说大家来看到了segment, segment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部分, 有这么一部分, 有些中学可能学用英语学的数学的话, 线段这个词就被称为line segment, 就是线的一部分叫做线段, 而大家会发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g是可以和ct之间互换的, 因为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个词, section这个词, 我们也应该是了解的, 它的意思叫做部分, 两个词都跟部分的意思有关, 你看他俩之间就有个互换, 比方说有些同学可能特别想描述在雅思口语当中, 想说这个是我的一个表弟, 都是自己杜撰出来的, 你都从来没有表弟, 但是硬为了答这个题, 编了个表弟, 说他平时特别活泼活跃, agile这个单词, 大家会发现他词根有一个很诡异的g, 但是当你发现活跃的活泼的这个词不是特别好记的话, 你又会知道的时候, 它跟ct可以互换, 那你就可以变成active这个词, 当你知道active的话, 你会发现它跟agile两个词, 都是活泼的积极的活跃的这个点, 还有一个单词呢, 很多同学可能会在写作, 有些大组织当中会用到这个词, 比方说啊, 说这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 这个单词呢, 很多同学可能背单词背的足够多的话呢, 他能够看到这个单词呢, 是pragmatic, 这个单词怎么去记呢, 还是那句话, 你可以试着把这个g变成ct,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 prag和pract, 其实都是同样的跟来的, 只要你还能够知道practical是实用的意思, 那么pragmatic也就是相应的, 就是实用的意思了, 所以说咱们刚才说到了, fracture是不是骨折, 由它相关的其他一些词呢, 也能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数据, 比方说fraction, 它呢本身可以代表碎片, 比方说一些陨石撞到地球上, 只剩了一些碎碎末末末的一些东西, 叫做fraction, 当然还是你要是真的是, 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大的, 很多同学上的都是国际高中, 要学a level相关的, 那么数学相关的一些词, 可能你也见过, 比方说fraction就是分数, 将来咱们还会讲到小数decimal这个词, fraction怎么叫分数呢, 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就这么来的, 当然所有的fract这个词根, 你说老师骨折也好, 分数也好, 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你讲了就忘了, 是因为我的大脑当中, 从来就没建立起来这个联系, 但总有个词, 大家总还是知道的, 对不对, 咱们可能会知道, 一旦你将来家里边买了个电器, 要是电器, 它可能是画着一把散的标志, 那就证明怎么着呢, 说这个得防潮, 对不对, 刚才咱们讲了潮湿那个词叫做humid, 对不对, 如果说画一个酒杯的样子, 很多学就会说, 对啊, 你这不说我都想不起来, 对, 画了个酒杯这叫做什么呢, 代表这个东西易碎, 电视机什么样的, 对不对, 那他一般指的是哪个词呢, 这个词我才很多同学应该是学过了, 这个单词叫做fragile, 易碎, 容易碎, 只要是你能够认识fragile, 易碎的这个词, 时代不认识, 你可以说一说, 是不是, 说老师我的心, 指错位置了, 老师我的心, 太脆弱了, my fragile heart, 你能够去说易碎的这个词, 那你能够记住他, 那么其他相关的一些分数碎片, 甚至包括刚才那个骨折, 对你来说, 也应该问题不大, 刚才咱们曾经讲过一个支出花费的这个词, pinned, 我跟大家去讲过, 他呢, 从德语体系和法语体系当中, 给咱们去创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根的意义, 首先呢一个呢, 他跟悬挂有关, 跟悬挂有关, 在这些词当中呢, 我跟大家去讲啊, 这几个各顶各的, 都有关系, 比方说我们来讲第一个词, pending, pending这个词很多人说, 老师我这个词从来没见过, 是, 你最好没见过, 真到了将来真见着了, 往往都是你麻烦的时候了, 申请签证, 迟迟不下, 好, 登录人家的官网, 上面写个词, pending, 比方说你考完的试想等成绩, 成绩老是不出, 去非得去官网去查, 谁人家写了个pending, 都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在等等, 你在等等, 悬而未决, 我特别喜欢这个中文, 因为大家会发现悬而未决, 其实也就指的是一直在挂着, 悬挂悬挂, 悬就是挂着, 所以pending本来就有挂的意思, 比方说, suspend这个词, 大家注意, 这个词不是suspect, 这个词是suspend, suspend本身这个单词就有悬挂的意思, 比方说, 你看我在这给达恩去讲的时候,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标志, 我这有个小红点, 小红点一直停在这个位置, 那么在英语当中就指的是, 它现在的状态就是suspend, 比方说这个事, 咱们先把它搁置到一边, 其实也相当是suspend, 当然上面下边都不如当中的悬挂的点, 更重要, 我一直挂在你身上, 你也该知道, 现在各种小朋友都四五岁了, 整天挂在妈脖子上, 这种就是我依赖你, depend, 相应的dependent, independent这些词我们也应该知道,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能会知道一些其他的代表pend的一些意义, 比方说称良, 这个词就快速的给大家去提一提就行, 比方说dispense, 它的意思就是量好了分开, 给你一部分, 给你也一部分, 那么dispense本身的意思叫做分配, 大多数同学, 尤其是词汇量高的, 更多的是特别喜欢记这个看起来比较强的词, 因为这个单词, 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于我们necessary那个词, necessary的意思是什么来着, 必要的, 对不对, necessary是必要的, 那么你说老师你看我今天终于背倒了这么一个好词, 叫做indispensable, 这个单词怎么来去拆分呢, able表示能, pense代表的是分配, 这个代表的是称, this表示称好了之后分, 而in表示是不能称不能分, 这东西是我自己的, 这个东西是, 是吧, 就是这个我别的可以分, 但这个我必须得自己留着, 所以说indispensable是这么着一个构词法来的, 相应的跟钱有关, 我们还会知道这么几个词, 比方说养老金, pension, 希望大家能知道, 这个词在阅读当中也出现过, 尤其很多人会说, 老师这个养老金, 我现在用不着, 别管用着用不着, 你只要知道这个构词法, pens, 它跟钱有关, 那让你记住, pension是养老金, 有这么一个意思, 当然还有一个跟钱有关的词, 就是compensate, 比方说, 骑了车被人撞了, 躺地上, 额人家, 是吧, 你得赔我点, 这个赔, compensate, 相当于com是兜, pense是钱, ate是动词, 你把你的钱都给我, 这叫做补偿或者是赔偿, 剩下的时间, 因为咱们整个的这一个小节, 跟大家讲的是一些抽象的词位, 接下来要讲的这些, 不会太高频, 但是往往也对大家的心血, 能够带来一些影响, 比方说, 大家听到了age结尾, 只要听到age结尾, 你就要想到, 它其实就是跟你们背的年龄的age, 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作为词位, 没有任何跟年龄有关的点, 我们来看看这些词, 注意意思不重要, 时间的原因, 我不再去跟你们去解释意思了, 只是你来试试看, 我发完了音之后, 你能不能准确的去把这些单词拼写出来, 比方说carriage, luggage, cottage, percentage, 看看有了发音, 能不能搞定拼写, hood, 请注意, 只要听到hood结尾, 就是hood, 当然你可能会说, 这玩意儿谁还不知道呢, 我还能不知道什么childhood, 对不对, 除掉childhood之外, 其他的会在厅里当中涉及到的, 希望你会拼的词, 比方说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其实并不是邻居, 它的意思是环境, 比方说小区的环境可以叫neighborhood, 当然也指的是你邻居给你带来的东西, adilhood, 成人, 成年这个状态, likelihood, 注意一下这个单词, 真的是听读写说四颗都是很重要的词, 它这个单词代表的是可能性, 一旦你将来想说可能性的时候, 不要总是说possibility了, 试着用用这个级别还不错, 先来自like, 再来一个likely, 表示可能的, 再加了个hood, 试试看, 记住, 最好能够保证四会, 就是听读写说都能够对于这个单词, 有一个有效的输入或者是输出, 再来讲一个词位, ship, 不是传, 大家请注意一下ship这个词特别好玩,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前两节, 我在跟大家去讲双音节单词的时候, 讲到一个词叫做cargo, cargo这个单词, 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词挺搞笑, 这个单词来自于car, 但是cargo它本身的意思是货运, 往往代表的是船运, 知道吗, 用船来运东西居然是car, ship这个单词看起来好像是船, 但是一旦加上ment之后, 它居然往往代表的是汽车的运输, 所以我觉得英语当中这两个词有点搞笑, cargo仅敢是汽车, 往往是船运, shipment别看写这个船, 但是居然是靠的是汽车来运输, 但是咱们现在更多的讲的是ship作为结尾, 作为结尾来说, 可能你们最熟的词一定是friendship, 友谊, 但是其他的一些词, 我希望大家也应该会, 比方说领导力, leadership, ownership, 所有权, 记住ownership, hardship, 困难, 还有一个词尾是ISM, 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 注意它的发音是ism, 听到ism, 那就一定是ISM, 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可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都是属于是在厅里当中会亮亮相的词, tourism, 我们该知道旅游业, 一定要保证会评, 因为写作当中经常会出现旅游业这个话题, journalism, 刚才跟大家去讲过了, journalism, 我之前是干记者的, journalism的意思指的是新闻出版, 总之来说, 有些人说老师我新闻系出身, 我学传媒的, 这个词该说什么呢, 别说media, 知道吗, 别说I am learning news, 或者I am a reporter, 不好, journalism, 显得档词就很高, 所以说有些时候你要清楚的是雅思口语, 将来在进行考试的时候, 你故意的去把这个单词上升到一个专业的角度, 考官也会相信你专业的词掌握的足够多, 是不是, 比方说你是什么专业的, 你说well, my major is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然后别人觉得, 觉得比I am a news reporter要好得多, mechanism, mechanism词典当中的中文的解释, 有点诡异, 因为中文的解释叫做机智机理, 什么叫做机智机理呢, 就是指的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mechanism, 别去背那么复杂的机智机理, 你就记住一个点, 它的意思相当于就是method, 方法, 这样的话可能更好记, 这个单词某种程度上讲, 你可以想象到它来自于机器, 就是machine, 有没有感觉到, 有点像, 基本上你会发现, 把前边的这些字母重新换个位置, 重新换个位置, 这不就是machine那个词吗, 所以说它本身机智机理, 就有个机器的机字, optimism, 乐观主义, 因为ism更多的是跟主义有关, 我们会知道有一个单词叫optimistic, 一旦你把它变成optimistic的词尾的话, 这就是乐观得, 但是咱们更多呢,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的这个optimism, 指的是乐观主义, 这个单词只要是会念, 我觉得大家对于拼写来说, 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难度的, 然后呢, 再来讲一下, 有一些东西你知道长相就行了, 接下来这一页讲的词, 当然这也是最后一页了, 开心开心, 最后一页了, 这一页的词, 你只要知道一个混个脸熟就行, 往往呢, 我都是想把这些东西讲给那些想冲刺高分的同学, 因为既然是讲到抽象名词词尾, 咱们就一网打尽, IA结尾啊, 代表病, 有点类似于咱们中文当中的病字旁, 咱们来看, 比方说瘧疾, 然后失眠, 然后健忘, 大家会发现啊, 这些其实在阅读当中出现的挺多, 有同学说, 对不起老师, 我来自于一个发达城市, 我不知道什么叫瘧疾, 瘧疾其实就是被蚊子咬了之后, 然后可能就是会浑身打柄子, 然后呢, 高烧, 这样东西叫做瘧疾, 那么呢, 我们会看到了很多的各国的科学家都在试图去解决瘧疾的这种情况, 而且基本上那个时候实话说, 诺贝尔还没出生, 对不对, 所以说没诺贝尔奖, 真要是诺贝尔再早生几年, 可能那个时候拿诺贝尔生物学奖, 化学奖的可能就是这些人了, 他们才是做了一个公在千秋的事, 其他的包括insomnia, 失眠, amination, 健忘, 其实如果说真要是拆分磁根, 这都会变成了极其复杂的体系, 比方说, 这个som的这个磁根的意思, 代表的是睡觉, in表示不, 睡不着, 这叫做失眠, amination, mne又会代表的是记忆, 跟memory有点关系, 但是别听了, 就记住, 别记得那么复杂, 只是记住一个节点, 就是想多听的同学, 可以多学几个词, 其他的同学就保持最原始的那个思路, 就像我说的是, 你知道ia结尾代表病就行了, um结尾代表的是金属, um结尾代表的是金属, 比如说咱们能够想到了, 在我们的化学架当中, 所有的那些金字旁的, 其实放到英语当中, 都会以um来结束, 比方说给大家挑几个, 考试当中遇到过的词, aluminum, 铝al, 你会发现行, 老师我明白, 以后这种词, 我就光看开头不就行吗, 也未必, 你会发现银, 它不是ar, 它是ag, 有些男生, 他可能喜欢梅西, 他会额外的知道一个国家, 叫阿根廷, 阿根廷的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白银帝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银这个词, 其实就是阿根廷的那个词, 同样的词, 因为阿根廷读的是Argentina, 大家会发现没有, 就是跟它的是一样的, 所以说阿根廷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白银的意思, 好多国家, 咱们其实都没有任何的了解, 只是觉得名字咱们就这么叫了, 其实都是有一些出处的, 截止到现在, 很开心的是, 听力的整个一个大的章节就算是结束了, 因为前后的每一个小节, 适得了不同的一些知识点, 可能听完了之后, 你会感觉到不只是听了听力, 和把整个雅思全都打通了, 这也是我的目的, 分开是为了让大家有所针对, 但是每一个章节, 我尽量的用我的能力, 会给大家无限的去引申, 但是我们的引申有一个态度, 只给大家引申到考试会涉及到, 最后再来提一下, 这些词不用要求回评, 只要你知道将来看到这个节点, 有地儿猜就可以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们整个听力的全部的章节, 谢谢大家。